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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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開始來要做立即節目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前來賓都不會早死的話 你也不會早死 歡迎大家來賓都很好吃 歡迎 不然我們來猜猜看 誰會最早死 不要這樣吧 不要過到這麼嚴重吧 我們來看誰酗酒好了 誰是長相酗酒 當然是高山峰 高山峰 誰 誰像是熬夜 高山峰 誰性生活過度 高山峰 誰也性病 高山峰 那我們來幹嘛 對啊 他第一名了啦 這個別人看起來都很健康嗎 我覺得郭彥均反而感覺比較像是 有性功能障礙 我覺得你有耶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覺得他有 為什麼 我覺得他是對那方面有一點抗拒 然後導致是沒信心就越來越 沒辦法 為什麼要抗拒啊 因為他看起來太... 純潔嗎 我覺得他看起來就是那個 我不能因為我弟的關係而否決我 我覺得可能是 那個臉色有一點點黑 感覺體內有很多髒東西沒排出來 我髒東西今天沒來啊 我弟今天沒來 那你以為誰看起來是過著 完全健康的生活 馮媛甄吧 我覺得陳翰點耶 真的嗎 真的嗎 我覺得陳翰點看起來好... 就是個健康寶寶 真的嗎 也是...也是個健保寶 真的... 我覺得美女們真的比較難看得出來耶 因為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好像他們都遭遇過一些疾病 因為如果是有在拍戲的話 常常會日夜點到 不過跟你們另外兩位美女講 就是有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 馮媛甄小姐呢 因為主持過一個健康節目 然後在裡面 打扮成可愛的小故事 有... 所以她認識了非常多的 醫界的朋友 然後她根本不需要去看診 她只要打電話去 愛打哪一顆就打哪一顆 然後對方就在電話上 幫她完成診 這是什麼 打電話問公夫就對了 可是她又不能真正的實體治療啊 沒有啊 醫生就會幫她講說 妳這大概是什麼 我聽別人說 最需要認識的職業就是醫生啊 當然 對 所以馮媛甄這樣應該算是很... 她的美色佔了很大的優勢啊 對 然後那個佩琪就是去看醫生 都會被罵說 就是我常遇到那種很天的醫生啊 怎麼說 就有的 像我有看過一個醫生 是看我的僵持性脊椎炎 他就直接跟我講 妳好倒楣喔 然後就直接跟我講 這個病沒得久耶 沒得一耶 就之類的這樣子 妳認為醫生不可以講妳好倒楣嗎 不可以啊 不能講這種喪氣話吧 對啊 這個人覺得很不舒服耶 他應該要很中立的 有的時候覺得真的妳還滿倒楣的啊 對 可是妳不能夠直接講出來 總不能說 哈哈好笑 三百萬分之一妳中啊 對啊 然後像我有一些去看香港腳啊 然後她就會問 想想想 她明明就是一個男醫生 然後豎起她的電話指說 你有香港腳 什麼東西 妳有香港腳 曾經換過衣服 現在好了吧 現在還不錯 味道 怎麼 有香港腳可以上我們節目嗎 可以啊 是怎麼得到香港腳的 那時候一整天都是穿著包鞋 然後我那時候比較窮 就大概只有兩雙在替換 然後那陣子就是又下雨 然後就騎摩車嘛 鞋子都濕的 就這樣穿一整天 就這樣子換了 那妳有叫白雲幫妳問一下嗎 因為白雲傳染的吧 白雲是一零相當久的樣子 我跟白雲真的沒有關係啊 好 大家不要看今天美女 就是很光鮮亮麗一樣 她們其實得過一些疾病 真的很嚇人 然後就如果發生在妳身上的話 妳可能會很恐慌 可是妳看她們現在都活得好好的 就表示說今天不會致死就對了 可是下個禮拜 就不知道對不對 這禮拜電話就沒...就沒人接了 然後我們今天有準備醫療團隊呢 會幫大家來解答一些問題 順便做一些測試 那首先有一位健診的醫師在 李鴻科醫師 好 黎醫生 你好 醫生好 請坐... 黎醫生請問一下 就是醫生真的不可以說你好倒楣嗎 其實在疫病關係來講的話 應該不需要說影響病人的情緒啦 應該標準的說法應該是什麼 很遺憾 這聽起來也好嚇人喔 還有我們已經盡了全力了 醫生如果坐下來的時候 很遺憾地告訴妳 這樣妳聽了不會心頭很涼嗎 很涼喔 其實只是告訴他實情就可以了 不需要加一些比較情緒化的一些狀 妳前面要不要加說 妳要不要先深呼吸 然後再講 就說如果阿空家不好的消息的時候 需要說妳先坐下來嗎 或者是 小哥比較適合的環境 比較適合的時間 跟他講會比較好 如果妳要跟我講說 小S你有胃癌 妳要用怎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我比較接受這件事 就是按照妳本身的一些個性啊 還有當時的情緒的話 去判斷說 我現在目前如果告訴她的話 會不會造成她更大的一個情緒的 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找一個比較適合的時間 適合的時間 適合的地點 趁我在熟睡的時候怎麼講話 我想這個時間也很重要 留下一小指標 可是那妳們比較喜歡的 如果醫生要講的是 比較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妳們比較喜歡的醫生說法是 他要先跟妳講說 先不要緊張喔 還是說有件事情有一點嚴重喔 有一個狀況發生了 我覺得就趕快講吧 對 妳就直接講 聽完這麼多就覺得 好啦 趕快講中 所以妳因為她竟然就對妳大喉 說這個病我沒有辦法治療 我用大喉 妳可以就很平靜 直接跟妳講 我覺得如果醫生講說 妳先不要緊張 這種病很多人都有 我就會比較放鬆 對... OK 所以她如果說 我又跟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訴妳 這樣 那是天大的... 這樣很嚴重嗎 妳看他們這一情緒 好像跟疾病毫無關係對不對 可是他們曾經發生過 眼睛看不見的 然後 對 然後 撿不動鑰匙 彎不下腰 下不了車 而且好幾個都幾乎是失明耶 是 好厲害喔 這怎麼做到的你們 就是 我只覺得高山後 看起來好像是有禿頭 對 她不是有摘過帽子給我們看 就是沒有啊 有啦 快了 其他病症倒是好像看起來 還沒那麼嚴重啊 OK 所以我們今天要先聽一下 他們的那個就診的故事 然後再幫他們做一點測量 各位請坐 好 各位既然已經坐下呢 我們就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要告訴各位 請坐 沒有啦 不要坐 我站著了 不要講我話 請坐 晚上... 兩點鐘以後才睡覺 舉手 好晚喔 現在你幾點睡 那你... 你站得可以不舉手 你站得很漏洞啊 對啊 兩點已經過了那個 保護肝的時期了耶 可是問題是 我們的工作時間都是比較晚 所以你們這幾位 兩點睡覺的人 有努力過12點睡或11點睡嗎 有 為什麼不能完成 就躺著 然後就在煎魚 然後就根本睡不著 躺著煎魚 躺著好像在煎魚的感覺 就一直翻來翻去... 就像昨天晚上 我會想要來上這一集 就想健康一下 然後差不多泡個熱水早晚 然後11點半就上床睡 結果就一直煩惱了 差不多5點吧 5點 5點 就是如果說早睡早起的話 我會覺得突然間 人生很沒有意義 因為每天啊 你就是早上可能8、9點 你就會起來了 可是你有一大段時間 你是不知道要做什麼的 所以看完報紙 就已經徹底的沒事是不是 對 吃完早餐已經沒事做了 那你晚上再做什麼 你就把它移到早上來做啊 可是問題是 就是晚上很多事情 不能一到白天做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 跟白玉夜遊嗎 喝酒之類 對 夜遊啊 然後跟朋友相聚都是啊 因為白玉如果早上6點 就騎重機車出去 不是看起來很下風景 可是問題是 我很少跟他出去 醫生 那請問 如果這個人啊 他很想要11點準時睡 可是他真的睡不著 可不可以每天服用安眠藥 當然說我們不建議長期服用這個安眠藥 因為長期服用安眠藥的話 也會造成一個比較會 會有這個 階段的問題 還有這個上癮 所以比較好的做法是 把自己累到 11、12點就很想睡是不是 也不是啦 就是說你 其實睡眠的習慣可以養成的 譬如說你以前是晚睡的 現在你可以慢慢給它調 譬如說提前一個半小時 然後過一陣子再提前一個半小時 我跟妳講醫生講這種話 就會把你那些病患氣死了 因為就是睡不著耶 所以說失眠的話可能要早一點 這醫生很不耐反應 不是 因為醫生才會講一些建議 然後覺得好像很簡單 對 誰不知道躺在那裡 就睡不著眼睛 就眨到眨了 醫生妳知道嗎 像我們做很多事情 要到深夜才有靈感 譬如說做家事 我也是覺得深夜才有靈感 做家事需要什麼靈感 有...那個因為 沒有...做家事其實也是一種美學 你要把家裡整理得一層不然 然後有規矩 那也是一種藝術 所以那種感覺是要到深夜 那你如果說叫我深夜時候 我有靈感來了 你叫我去睡覺 那真的很浪費我深夜 你深夜根本看不清楚灰塵在哪裡 有燈嘛 你這個不合理 白天也可以做家事 對啊 所以只有郭彥均是早睡的是不是 我一直很嘗試著要一、兩點睡 但我真的沒辦法 那你都幾點睡啊 我差不多十一、二點就睡了 好健康喔 我每次... 我每次跟朋友一起聚餐啊 因為他們都約差不多八、九點 我就說 我差不多吃一個小時以後 我就開始講話越來越小聲了 然後到十一點多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默默坐在旁邊了 所以他跟妳說 他根本沒有悲心生活困擾到 是真的啊 因為他十一、二點就自然睡掉了 就他幸運才剛來 他就已經昏睡了 那也算是一種度過的時候 因為來都是早上七、八點的時候 就剛起床的時候就會 好有精神這樣子 所以你交女朋友的時候 都是在早上跟他親熱喔 沒有 我們沒有同居啊 沒有同居 那你早上怎麼辦 就上網啊 一樣啊 看看部落格啊 可以回留言啊 看一下 就偶爾看一下 就偶爾看一下愛情動作片 這樣子 早上七點開店啊 天啊 其實 是有的喔 高山貓公司 不喜歡跟妳這種人扯在一起 你這樣說不通啊 因為你如果沒有同居 是不是說 譬如說早上一起床 你要趕快開車去他家找他是不是 也不用啊 早上他搞不好還沒起來喔 他都睡要很晚了 而且對啊 他女朋友好好的五點才睡 就七點就被他叫起來了 沒有 應該是講說 因為我從學生時期 就是田徑隊嘛 每天五六點出操 所以說我這樣的日子 已經過了十幾年了 所以說我一直到現在 除了沒有通告之外 晚上我幾乎都是 還是維持在十一、二點就睡著了 所以這樣算是 最好的一種生活對不對 十一、二點就睡 對... 因為我們人類是 一種白天的動物嘛 我們不是那種夜行動物 真的喔 你知道我們身體的結構 還有一些內分泌系統的話 你不知道人類是白天的動物嗎 誰告訴你 你為什麼認為人類是白天的動物 因為我們沒有夜光寫笑 因為我們是跟著太陽在生活啊 真的嗎 不是嗎 你現在怎麼不走出去 跟著太陽走一樣 就是太陽下山 你就會覺得要休息了 還是你是跟著月亮 請問他如果像黃毅仁這樣 早上五點才睡 可是他睡得很飽呢 就是睡個十二個鐘頭這樣好不好 我睡不飽耶 而且我睡很淺 然後睡一睡就會醒來 醫生你聽我講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只要是過了十二點睡 不管你早上睡多久 起來都還是累的 對不對... 對... 因為你根本身體 不好意思說你不對嘛 其實好像被恐嚇說 不得不說對耶 沒有 是真的啦 不是 我們身體 本來只有一個身體時鐘 我們那個身體的結構啦 還有一些性疼代謝的系統啦 神經系統的話 它都有一定的一個規律 漂亮妹妹們會生的病就是 暑假的時候 應該要讓小朋友們知道 因為他們可能會做同樣的事情 對 比方說那個 馮媛珍有一次眼睛看不見 是怎麼樣 因為女生愛漂亮 就喜歡戴隱形眼鏡 或者是瞳孔放大片 然後長期一直戴 而且是 就兩三天都沒有拆掉 就戴到長期這樣子戴下來 為什麼兩三天不拆掉呢 因為那時候燜鍋的通告 又很晚到十二點之後 可是隔天早上五點 如果要拍戲 加上綜藝通告再加上晚上 就會一個輪迴 都一直不用拆下來 所以是懶得拆是不是 對 因為只有拆下來一兩個小時 應該雖然說她在娛樂圈很受歡迎 工作量太大 沒有時間去 是 之前的通告時間 因為都拖得很長 換女生中間又不想卸妝 就想直接維持原狀 就可以再下一個通告 所以就是大家要角膜破裂 換我的右眼就是破到 視網膜就是看不到 假的 馮媛珍妳 除了眼睛看不見這件事情之外 妳一直掛急診 真的是因為吃太多對不對 對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 後來我不想接受治療 就是醫生說可以簡單一點 用飲食控制 妳幹嘛不想接受治療 因為就講得很恐怖 她的治療方式我也聽不懂 治療方式是什麼樣的 我根本沒有理醫生耶 她就想說要治療 或者是你要飲食控制 我說那我自己控制 妳主持健康節目 讓她妳不理醫生 醫生真的痛到不行 或者快死掉 我再打個醫生 假狀腺抗菌聽起來好像很嚴重 對啊 好像是一個很難捉摸的病 對不對 眼睛會爆出來嗎 假狀腺抗菌在台灣來講 是蠻常見的一個疾病 尤其是在女生的發病率 是非常的高 症狀有哪些 症狀的話 她會有一些心跳比較快 體重會下降 然後手會發抖 掉頭髮 你看她身體會發抖 女生回收就這樣子耶 是啊 假狀腺抗菌 所以妳為什麼得了假狀腺抗菌 莫名其妙的 就是因為我食量太大了 後來媽媽就帶我去檢查 粽子妳也能夠吃這麼多 我可以平均食量就是兩個到三個 平均的一餐的食量 一餐三個粽子 對 所以她吃東西真的是以粽子為單位耶 對 開心就會就是 妳每天都過端午節嗎 也是 可是端午節就吃比較多 吃七個 一餐 因為是我們家人自己包的 就是 等於說一天二食一顆 因為三餐啊 就早餐就是會想說吃麥當勞 比較好吃 對 她只有三個選擇嘛 就是 所以她早餐就吃漢堡 中午吃中午 晚上吃飯 她還不生病 很困難 所以這個疾病也是 真的是難有讓妳產生的 是我自己食量大 妳為什麼要吃這麼多 妳餓嗎 我沒有飽足感 就是會一直吃 像無底洞 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對 沒有飽足感也是因為那個嗎 對 是的 因為她心疼代謝率太快了 變成說她來不及吸收 她身體一直會 所以我們製作人 表演一個餵不飽的女友 是 這也滿嚇人的 所以她才會阻止我吃 免得我自己過量了不知道 後來就導致腸胃炎炎 所以我們如果節目 供應豐富的食物 妳可以一整集都在吃嗎 可以耶 所以沒有人攔住妳的話 妳就會猛吃 猛吃 對 我們下次替她做一集好不好 好想看喔 好想看喔 一小時她一直在把東西 塞進嘴巴裡去 她好精采喔 所以妳可以 我有自己試過去爭先壽司 去回轉壽司 自己測試看可以吃幾盤 我可以吃20幾盤 就是平均這樣 都沒有問題 妳會想要參加大胃王的比賽嗎 我想啊 可是醫生這樣會 她會生病對不對 她沒有飽足感 病不了 所以她可以吃這麼多 她比較暈拉肚子 所以妳掛急診室是因為這樣啊 對 就妳沒有飽足感吃到生病喔 後來醫生都看到 就是不想理我 第一年她很關心 我說她怎麼病得那麼嚴重 而且還是除夕耶 是什麼樣的病 不是啊 對啊 你說 那個症狀是什麼啊 我就是吃到腸胃 沒有辦法消化那麼多東西 所以她整個腹痛 後來可能會有腸胃炎 就是上吐下瀉 可是 就拉完吐完就沒事了 就是胃脹氣胃灼熱那一系列的 對 她消化不了整個 就是體內整個就是 所以妳吃的時候 是像電影裡面演那種 就是一直迫不及待 把東西這樣往嘴巴裡塞到嘴角 都會流下來那個樣子 我不會 我就吃完 可是我都沒感覺 就會一直看電視 一直吃... 才是有人心的優雅 在一口一口吃是不是 對 可是就什麼都可以抓來吃 如果一直抓到就是滿出來 然後就會覺得很痛 然後就吐 我常常這樣子 嚇人的 正式的拍攝 所以妳到了除夕 一定要把自己吃到昏倒就對了 就煮很多啊 就很多菜妳就會很開心 就想把她每一樣都吃 只要給她吃很多東西 她就會忍不住一直吃 我真的很想看她 太好了 我們下次請妳吃飯 那妳會當師寫吧 要吃吃到飽啦 對 就是買一個奇觀啊 值得 這個錢花的就是真的 妳會多叫一點朋友來看 對啊 就這樣把那個活人丟給鱷魚吃 一樣精采的畫面啊 很值得配搶 眼睛看不見那一次 有沒有哭啊 有沒有嚇哭 我有... 因為還有一眼看得見 所以我就沒有那麼害怕 就是密碼訓練 那時候跟瓜哥在身體密碼節目裡面 就是因為來賓可能不願意去做一些治療 所以就是我是大型道具 可能要...突然要電療啦 要用菜刀啊 剁啊什麼的 就是都是找我去 後來還有在現場看過牙醫還... 就是什麼事情都做過 所以妳說拿菜刀弄妳跟電療 妳也都是這麼平靜 不會大笑嗎 就... 我不怕呢 所以我們可以把漢典 換成一個大洋娃娃耶 可以 菜刀剁 就是有菜刀的療法 米蘇療法 因為陳漢典只是我們有一個 美少女的跆拳手踢她一腳 她就會說她不想做 對啊 一直在那邊鬧脾氣 所以夠了沒啊 沒有啊 那我們讓馮媛甄來 因為她可以被菜刀剁耶 對啊 還可以用墊墊她 我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 真的嗎 拿把刀過來 我們剛才... 現場應該沒有菜刀吧 旁邊有墊耶 站著旁邊耶 妳準備好了嗎 真的有墊 不然妳怕的話 我們就讓馮媛甄來 我不怕 我可以 好 那我們歡迎一兩人進場囉 好 謝謝 謝謝 好 進場的是 石家瑞小姐 那請問這個設備是什麼 這是電位治療器 做什麼用的 它主要是排解我們的痠痛 所以會有真的電流的感覺嗎 坐的人可能沒感覺 可是要怎麼樣知道 他身上有通電呢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些測試 妳說坐的人沒有感覺 所以是看的人會有感覺是不是 可能旁邊的人摸他的話會被電到 摸他會被電到 那他自己不會被電到 對 他自己不會 因為他都學員了 所以我們應該拿馮媛甄來通電 然後把塵埃點一直摸他這樣子 好 那交換... 給妳啦 他電 可以摸美女人 你怕的話 你就以後就不用來這邊了 然後踩在這邊 他身上那些金屬的東西沒有關係嗎 金屬要拆下來喔 麥克風呢 麥克風會通電吧 對 麥克風也要 你不講的話 那個醫生也不跟他講耶 就直接把電池吸收 對 對不起 忘了講 然後不... 有沒有你還可以聞到膠味 所以醫生妳的意思是說 做完這個之後 他全身會很舒暢是不是 對 會比較放鬆一點 徐小姐妳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她要做這件事情啊 因為這個我們就是身體啊 這個主要就是電位 那一般的話我們說 身體的話正電太多的話 會造成一些慢性的疾病 對 會新陳代謝會變不好 對 可能就會有一些痠痛的一些問題 或是高血壓 糖尿病 一些慢性疾病都會產生 所以即使健康的人也可以做這個 但健康的人也可以做 所以這個是歸類在什麼範圍的行為啊 是不是醫療對不對 也可以用在醫療啦 那現在是... 也可以用在養生嗎 對 養生可以...也是可以做養生用 我平時保養也可以 遊戲可能不建議耶 不會 她絕對不會有任何問題 她不會有任何感覺 所以摸她的人比較有問題 我在考慮一次 就摸的人會有痛覺嗎 對 就是會突然間被電到的感覺 那如果她... 她突然間被電到之後 她手都不移開 就一直抓住 對 妳要摸的話就是不要這樣 要摸不摸的 要摸就要直接這樣放上來 就不會被電到 如果你只是輕輕這樣子的話 可能觸碰一下就會被電到 像人身體上的靜電 有時候妳們更大一個人會有靜電 所以就是晨漢典 必須要快速度的在一秒內 不能一次摸 沒有 這樣就沒有啦 你要一直要摸不摸 要摸不摸 還是說我們就把電通到門把 妳就一直摸那個門把 好 還是我們今天電席幫妳電到 就剛好我還是要摸 不然妳就瘋好了 這樣 直接雙手抓那個 妳快請在臉上陷害我們兩個 還要露出這種很可憐的眼神 我真的覺得這樣好可憐好心疼 算了 不要弄好了 不要弄 我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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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徐霞姐 她會進行多久 這個時間啊 我們一般是建議使用一個鐘頭 那麼久 就是如果說 沒有 就是說如果真的要有那種 就是效果的話 建議就是一個鐘頭 妳...妳不覺得林醫生有躲開遠一點 有 所以是會爆炸對不對 好像有炸死三、四個人躲 這電流很低 這電流...這電流是很低的 很低嘛 好 那徐霞姐自己開始 好 稍微放 那這個類似我們刮沙的原理 有感覺嗎 麻麻的 有電的感覺嗎 其實可以... 欸...我又腳麻了 又腳麻了嗎 對 其實會感覺到有一點點電流 會不會有害怕的感覺 很痛嗎 麻麻的還蠻好玩的 那承霞姐現在可以摸妳了嗎 妳摸的話會被電的感覺 那我要摸哪邊 妳隨便摸她身體 好緊張喔 妳摸看嗎 有摸看 有摸看 是妳被電到 我有一點點感覺 有 調戲製作人的女友 妳不想要出現在康斯來了嗎 妳不是叫我摸 妳不是要妳被電到 不是要是她被電到 妳亂摸她幹嘛 妳現在肩膀紅紅的 有 現在肩膀就是... 不用摸 不用摸 是這樣 是我的手太冰啦 應該是我手太冰 那妳不要再講馮妍甄了啦 所以馮妍甄是妳被電到 不是她喔 會有像是冬天那個 靜電 對 去碰到靜電的感覺 所以丞翰臉沒感覺 所以我們應該倒過來 我們應該讓丞翰臉坐在那邊 對 對 還會有坐在那邊 換妳... 換人... 等一下喔 那個 請幫她把身後的金屬物品 都交給丞翰臉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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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王妍甄妳去偷偷看她會不會有感覺 像她的話馬上就紅了 所以她額頭紅 那是代表什麼 馬上紅代表什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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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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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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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喔 妳為什麼要躲 好想看喔 對... 真的有嗎... 真的有嗎 真的有啊 被碰的人比較沒感覺 就是被碰的人 被碰的才有感覺對不對 已經這麼久沒弄 妳現在還有電嗎 是不是一種 的感覺 漢典是什麼感覺 就是 會那種 的感覺 妳去玩嗎 我不敢 我會見到 自己摸別人 自己摸別人 因為身上妳現在身上都是電流 就是 真的假的 這是怎樣 會發電嗎 真的 盡量遠遠離身體 對 有耶 等一下 是他讓這個燈泡亮的嗎 不是啊 因為他身上有電流 是他讓這個燈管亮起來的 對 因為他身上全身都充滿電 天啊 充滿電的男人耶 所以我們可以讓漢典 幫我們的攝影棚發出那個燈光 陳漢典 你快點爆出這個燈 你爆出這個燈 然後把那岔頭拔掉 那個太大了 所以妳已經沒有在弄他 為什麼他身上還有電 他現在一樣他坐在這個絕炎墊上面 電流還是開著的 這樣子喔 對 所以像我們如果拿吹風機什麼 他都會發動它嗎 電氣用品就不建議 因為這樣會傷害到儀器本身 儀器很脆的耶 那燕姐 妳剛剛脖子酸痛好一點了嗎 還是沒有感覺 可能時間太短 他被嚇得笨 妳看很困難 時間太短 所以大概那種一小時才會覺得舒服 對 建議就是使用這個儀器 可以使用一個中通 所以剛剛來賓有問說 要去哪裡玩這個東西 當然就到我們哈佛健診中心 就有嗎 對 可是它到底要什麼症狀 才值得去做這個東西 有痠痛的問題 或是剛剛說有失眠的問題 也是可以的 真的嗎 失眠 就把妳電到暈過去就對了 對 因為我們另外一個就是有負電位 對 它會讓身體產生負離子 好 漢典好囉 麻煩妳了 謝謝妳 可以移開 它移開以後就可以摸鐵的東西了嗎 可以 不會出問題 不會 不會出問題 可以嗎 漢典 沒感覺 OK 因為它只要一離開絕緣店 它店都是已經從地上已經 就是 釋放出去 對 釋放出去了 了解 對 好 那另外我們今天還準備了一個 這個儀器是 這是... 提子肌 測體脂肪的 好 我們有另外一位醫護人員 哈囉 妳好 妳好 妳問妳是護士還是... 護士 OK 溫小姐 這個有電嗎 這沒有 就是一般的體肌 為什麼這個... 溫小姐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就是 體脂肌 然後它比較特別可以 就是測出妳的身體的年齡 所以妳可能比如說十五歲 但是身體已經四十幾歲 有可能 所以什麼事情會造成一個人的身體 年齡比較老 很多啊 就是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煙酒 熬夜 對 不睡覺啊這些 高山芳的身體可能是七八十歲 對 這個要測了才知道 它會跟真實年齡差很多 還是只差一點點 我自己是差滿多的 差二十歲嗎 還是... 十歲有 十歲 對 妳不是醫護人員嗎 怎麼會這樣 所以妳比妳十幾年齡 身體年齡是更年輕十歲 沒有耶 那我們來猜一下 就是三位美女當中 S妳覺得 身體年齡最長 年長的會是哪一位 我覺得陳佩琪 為什麼 而且鏡頭直接帶到我這裡啦 她只是有香港腳而已 沒有 她沒有了 現在很相爭 妳真實年齡是大概幾歲 三十啊 所以妳如果她嚴重的話 她可能身體年已經到四十五了 對不對 那王依仁呢 妳覺得 我覺得王依仁看起來滿健康的 對 我看起來滿健康 只有熬夜啦 所以王依仁妳認為 她就跟她真實年齡一樣嗎 妳多差個三五歲吧 對 所以妳的身體年應該不要到三十 對 我覺得自己覺得應該有四十耶 那我們製作人的女友呢 我覺得長期活在壓力下的她 應該身體有到五六十歲 被折磨是這樣子 對 精神折磨 好 所以那王依仁應該身體年 最年輕的先出來吧 哪個水 等一下 她脫鞋還有要卸妝喔 王依仁 還要卸妝 妳這一趴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她硬要上來 馬上就降低了 怎樣啦 我跟她喬一下 妳不可以做假 王依仁 妳六七 我坦承啦 因為妳的腳為什麼還墊著 因為那個妳知道 沒有高跟鞋 我先輸入身高跟那個體重 好 我們手手手拿著她 好 兩隻手 然後現在我們在做什麼 兩隻手 溫小姐我們在幹嘛 假裝駕駛飛機嗎 對 小心不要飛出去 好 現在在幹嘛 現在是測她的體重跟體脂肪 說過來了沒 體脂肪 體脂肪表示她很多 有那麼高 二十四歲而已啊 可是 二十四歲 怎麼可能 為什麼 怎麼可能 為什麼年輕啊 我不相信 為什麼她只有二十四歲 我看 那接下來換陳佩琪 來 佩琪 我超有信心的 真的 是我也想玩耶 造型滿不錯耶 其實我一直維持一個 非常健康的生活 我覺得妳們兩個男生 一定也不會老 老到哪裡去啊 可是就是想試試看 這樣妳不會想試嗎 好像在駕駛飛機耶 好好玩喔 怎麼樣 幾歲 溫小姐 十八 十八 你看 看來啊 八歲 年輕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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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妳在測驗那個智力啦 我這個十八有點四啊 對啊 七七有點四 等一下 不是 高山峰 你不要再叫我老妹 我是青春的肉體 她直接叫我 你會找高山峰的啊 我覺得 我覺得這應該是專攻娛樂界 對啊 她的節目效果吧 這好誇張 不是 我跟你講 有沒有在運動真的 對啊 溫小姐是根據那個 客人交的錢越多 她的年利越低吧 這比主持人還幽默 謝謝主持人 等一下紅包補給妳 對 黃燕甄 黃燕甄 但是太胖 因為我 我覺得高高的黃燕甄最早 對 我覺得她很早 十八妳很難打敗 我有吃宵夜又一直吃又 我剛剛提齒多少啊 而且她吃很多肉粽 你不要開始囂張 好不好 我的提齒只有十六喔 這是依照什麼來測量的 很好奇 依照心情喔 那也是機器的心情 這樣她會講笑話給妳聽 對啊 而且她 這樣就還可以知道 妳有沒有解過她 我跟妳講 我們如果覺得這台機器說謊 就等下測高山峰的時候 對 高山峰的身體年齡如果低於三十五 這台機器就在開玩笑 有問題 這台就跟她說很差 可是妳講我的很準啊 真的 十九點四 幾機器 多少 十八 我是老啦 等一下 我最老耶 今天算到了 二次算到了 音樂是為機器而下嗎 二次算老耶 你趕快去 你趕快去 一人機器你才是老妹 郭彥均一定是健康的 不一定喔 照這台機器的感覺 你覺得她會出現嗎 好好笑 大家都想試一次 對啊 因為 檢查出結果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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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四 就是妳目前身體的年齡 對 所以給妳十幾年齡差不多 老一點 所以醫生證明 高山峰 加油 不見得有效 這個好緊張喔 超女兒的高山峰 妳要決定這台機器準不準 對... 你覺得自己健不健康了 好 我現在32歲 然後173公分 妳覺得 我覺得我可能運動過度 她竟然承認自己173耶 她沒在care這個的啊 好 好好玩喔 好像駕駛飛機喔 一直鬼打槍 很緊張喔 等一下嘛 等一下 640不覺得妳下來 到 多少 1號 到 33 好 我覺得男生反而誤差 比較沒用大 我完成這個樣子 然後自有17年齡 老一歲 我覺得太值得 那機器突然好了 真的耶 妳怎麼 妳完成這樣子 結果還是身體也很年輕啊 對啊 沒有 所以因為這個機器 根本就是不對啊 對啊 是不是體重... 溫小姐 妳是來我節目玩遊戲是不是 他們都有篩錢給我 沒有啊 篩錢嗎 妳醫生是不是這個很少人用來 測所謂的身體年紀 比較少 所以這個是娛樂功能嗎 好玩用的 其實她這個身體的年齡是 跟她的胖瘦啦 跟她的體脂肪都有關係 跟健康有關 因為她按照你的比例來去測量 就是越胖的人 她身體年齡一定越大 年齡就越高 對 那只不過是在測胖子而已啊 她只是在提醒你 不要那個讓自己過胖對不對 沒有要提醒你什麼熬夜等等的 所以如果有人測出來 她身體年齡50歲了 也只不過表示說 她有點很胖就對了是不是 對 可以這樣子 那演藝圈都是瘦子 就沒有用啊 妳問我找妳另外那個另一半 把妳來試啊 她不是我的另外一半 好 溫小姐 謝謝你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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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半天就拿一個 射胖子的東西來嚇大家 對啊 妳們也不用高興得太早 對啊 不管 我不管... 我一定要這樣催眠我自己 所以妳要我們拍一張證書給妳說 妳就是18了 好啊 所以妳們可能是瘦子 但是身體健不健康也不一定了 我們今天有一個影片是那個 王怡仁小姐 揚明天下的一段影片 然後在YouTube上面 就會被點閱到不行耶 三十萬人次 然後那個就造成了她從此身體上 一個很嚴重的傷害 無法生育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優雅嘴喔 開始暈的跡象囉 7 頭靠著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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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急事... 我確定她就斷了 妳把她的根都斷了 好不好 加油... 天啊 加油啦 我閃到油好醜喔 真的嗎 我真的閃到油了 對 因為妳剛剛跌倒的時候呢 抓到柱子然後還談回來 太猛了 好瘦臉喔 所以妳當時就知道不對了嗎 當時就覺得很痛 然後但是就覺得很醜啊 你看又穿成那樣 就是真的很悲情 然後就覺得還是要硬撐啊 硬撐就好吧 就給大家笑一笑 結果沒想到就是 可是畫面上看起來 沒有人覺得妳會怎麼樣 對啊 因為就是 沒有很嚴重的感覺 對 看起來沒有很嚴重 所以我也撐完 撐 譬如說下午三點錄影 然後我就到晚上十點 然後就是整個收工了 若雅 就我們另外一個主持人 若雅就說 妳可以去一家叫直播療法的 然後可以幫妳就是推拿一下 然後我一去到那兒 他就開始就朝我的那個腰椎啊 就開始這樣猛弄猛弄 然後我就打 然後我就在那邊 呼天場地大哭啊 好可憐 所以這是被他按成呆呆的是不是 沒有沒有 是後來 後來就過了一天之後 那是骨勾還是肚臍 那個是肚臍 那個骨勾 就是腰啦 天啊 人家看呆呆成這樣 妳在那邊注意一下 好可怕的感覺 很恐怖 然後會有那個印子搞了半天 原來是因為那個麥 我們的麥 麥 麥的那個鐵絲的印子 所以妳當時摔那麼重耶 對 然後那時候直播療法完 我以為快好了 然後結果一回到家 我要就是拿鑰匙 結果手突然就沒力 就掉在地上 然後我要彎 要我完全彎不起來 然後整個從腰椎涼到下半身 全部發冷 然後沒有知覺 然後我就覺得 所以我好像浮在空中那樣 就第一次感覺自己沒有下半身 然後就趕快就大哭 然後叫我媽帶我去那個國泰急診室 就國泰醫院 然後一到急診室 我就在那邊抽絮啊 發抖 我就說我已經... 我沒有...我沒有知覺了 醫生怎麼辦 然後就抽絮 然後就開始一直哭 所以這不是病的一部分 這個是妳自己在抓狂就對了 然後醫生就說 妳可以正經一點嗎 我就說 我...我不能護士了 我快昏倒了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發瘋 然後那醫生就還跟我媽說 可以叫他冷靜一點嗎 他好像... 他有認出來是王藝人嗎 我不知道 那時候已經哭到整個妝都爛掉了 沒有補妝喔 沒有 因為就是剛下... 都已經抖成這樣怎麼補 對啊 然後就躺在床 那個急診室的床上 那醫生就說好啦... 然後那個就叫護士拿鎮定劑來 然後就打針 就才讓我Calm down下來 所以其實沒那麼嚴重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是驚嚇大過於那個痛處 可是妳那個下半身沒有感覺 那個事情是很嚇人 對啊 然後那時候很... 後來去照X光才知道是 骨盆下方挫傷 對 是很嚴重的事嗎 就對女生來講滿嚴重的 有可能會下半身那個嗎 動不了 那時候真的動不了啊 每天就是 那一個月幾乎都是躺在床上 然後也不能久坐 然後每天就去那個店療 還有針灸 電療針灸吃中藥 然後那時候我要下車 我下不了 還在路邊就整個大哭了 然後我媽還要幫我浮出來 妳真的很容易那個耶 失控耶 對啊 整個失控 她比起馮雲震的 好像馮雲震比較堅強 堅強多 可是比起來好像王一仁比較是人吧 她是正常人 請問妳是在臥冰的那段時間 跟小鐘開始交往 沒有 那個時候不認識她 那時候節目不是她主持的嗎 沒有 那時候後來 那個就是一個玩遊戲之後 她有沒有聽過妳講這個 妳大哭的故事 應該有吧 她有沒有說好可憐 然後抱住妳 她... 我也給她抱吧 可是妳當時摔成這樣子 回家去大哭 妳媽媽一定有罵妳說 不要再進演藝圈了什麼這類的 但是她沒有罵 她只是覺得我很不小心 她只是說我怎麼就是 沒有馬上去看醫生 因為那時候也不知道那麼嚴重啊 所以挫傷這個東西 是很嚴重的嗎 其實剛剛看影片還有她的敘述的話 因為有時候因為姿勢不良 或者是因為一些運動傷害的話 當然說如果比較輕微的話 也許是造成一些肌腱發炎 如果比較嚴重的話 甚至會導致一些腰椎 椎間盤的突出 就是說我們腰椎跟腰椎之間有一個軟體 就是所謂的椎間盤 所以椎間盤如果說因為不良的姿勢的話 有時候她會滑脫 滑脫完以後她會壓迫到神經 所以不能因為年紀輕 在綜藝節目裡面玩很瘋 就以為沒事是不是 那當然啦 這個運動傷害還是要注意啊 OK 可能老年就會很吃不完豆 對啊 而且因為聽說那個是 我應該馬上去送急診 而不是去那個推拿 反而讓她更嚴重 這個狀況我也有 因為我以前是運動員 今天在跑步跑步 然後我的脊椎跟我的腰 也是跟醫生剛剛講的 尾端那邊是過度的摩擦 所以我現在睡覺都不太能夠正著躺 一定要側著躺 或者是正躺的話 下面一定要墊個枕頭 我也是耶 對...不然的話她疼空的話會很痛 對...會很痠 而且腰沒辦法這樣子玩了會痛 黃毅然剛剛看了國營軍說我也是 這一幕被小鐘看到了會不會吃醋 我想會 為什麼會 小鐘可能在家裡有一次大喊說 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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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腰部也要一起是不是 夢幻在 好 現在年9號拿了一疊報告 是某一些重點 請你發給我們的來賓好不好 天啊 怎麼會跟你一樣啊 天啊 怎麼會跟你一樣啊 她跟高彈峰真的項目都一樣耶 對 沒有 我們剛剛真的對高學子 我們兩個有一樣什麼 所以她們應該要小心什麼 要小心什麼 小心飲食啦 運動要多加強 不要吃太鹹太油是不是 因為如果血脂肪過多的話 它會造成血管的硬化阻塞 是不是不能吃太甜的 高膽固醇的食物少吃一點 我超愛吃牛排 然後在牛排上面撒大量的鹽巴 我也是 超愛這樣吃 你們兩個以後可以一起去吃飯 對 真的 小鐘 好害怕 好害怕 今天的各項檢測 是一個非常粗淺的 所以謹供參考 不要引起恐慌 然後 真的擔心的話 其實你們照正常的管道 做比較進一步的仔細的檢測 結果節目最後心情盪到鼓勵 就跟你講 不要拿出來啊 這是請問你硬要拿 真的 孫樂欣叫我要拿 你敢直呼其名喔 你現在因為馮媛珍有肌膚之親 你應該不會擔心自己的這些病吧 應該不會啦 OK 你們是不是被證死了 沒有 我是病死 對 不是 我應該是屬意外 對啦 我們會早一點在病發生之前 就把你送走 這樣有安慰... 有很燦爛 很燦爛的人生 乖... 等一下有機會 跟醫生仔細的請教一下 不要自己嚇自己啦 OK 好 希望大家都健康喔 謝謝你們 加油